今天由知秋为您带来1月5号的环球军情榜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颗线的新闻 据新华社消息 以色列国防军1月3号发布声明 称一架以色列空军的蝙蝠直升机 当晚在该国北部海法附近海域坠毁 造成两名飞行员死亡一人受伤 以色列空军已经命令暂时中断训练 以色列国防部长甘茨3号表示 以空军将对事故发生原因进行调查 以吸取必要教训 再来关注两颗星的新闻 据环球网1月4号报道 有日本航空爱好者近日拍到 诸日美军一架F-15C战斗机 外界发现该战斗机上首次挂载了 装有红外搜索和跟踪系统的军团吊藏 ARST系统被认为是 当代对付隐形空中目标最有力的手段之一 向来高傲的美国空军对该系统的态度 从此前的不屑一顾到全球率先装备诸日美军 其改变的原因只有一个 五角大楼在应对中国歼20隐形战斗机 所带来的冲击 继续来关注三颗星的新闻 2022新年一时 中印士兵在边境互制新年祝福 并互赠糖果之后 印度国内个别反对党政客 又为中印关系吵了起来 据印度时报1月3号报道 中印士兵互赠糖果的地点 及中国士兵在加勒万河谷持枪宣示 向中国民众送出新年祝福 展示中国国旗的举动 被印度反对党大做文章 并借机批评莫迪政府对中国软弱 尽管如此 印度教徒报3号发文持乐观态度 认为在最近一年的紧张局势之后 中印两国希望2022年关系稳定 继续来关注四颗星的新闻 日本电视台2021年12月31号报道称 当日上午四艘中国海警局所属船只 在钓鱼岛附近海域航行 中国海警船2021年全年 在钓鱼岛附近海域航行 共达332天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为中国固有领土 但日本寄予已久 日方的所作所为丝毫改变不了 钓鱼岛属于中国的客观事实 中国维护钓鱼岛领土主权的决心坚定不已 最后来关注五颗星的新闻 北京时间1月3号 中俄美英法五个核武器国家领导人 共同发表 关于防止核战争与避免军备竞赛的联合声明 强调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 重申 我们不将核武器瞄准彼此或其他任何国家 法新社称 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 发表这样的联合声明非常罕见 在联合声明磋商过程中 中方还推动写入重申 不将核武器瞄准彼此 或其他任何国家等重要内容 为五国达成一份内容积极 有分量的声明 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以上就是今天的环球军情榜